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说 自己用酒精擦完电脑屏 屏幕出现了严重损坏 这又是怎么回事 液晶屏到底能不能用酒精擦拭呢 记者调查发现 有不少网友有过类似的情况 那为什么用酒精擦液晶屏会导致损坏呢 液晶屏 它主要就是在液晶的外层 然后增加了两层薄玻璃 然后在这个薄玻璃的外层又涂了一些化学的涂层 这些化学涂层呢 可以就比如起到防反光 降低辐射 抗一些这个经电干扰和放炫光 这样的一些目的 那这些就是高分子的有机材料呢 它其实是会溶解在乙醇里面的 尤其是这种手提电脑 然后这个电视机的屏幕 它对这个画质啊或者什么的有很高的要求 这些可能相对就要脆弱一些 专家告诉我们 酒精是一种良好的有机溶剂 因此用它擦液晶屏会导致局部涂层剥落 甚至是屏幕损毁 而这些损害都是不可逆的 电脑 电视这样的大型液晶屏千万不能用酒精擦拭 那它们又该怎么正确清洁呢 我们查阅了数款电脑和电视的使用说明 多数说明中提到的清洁方法都是用软布轻轻擦拭 或用软布占取纯净水或专用清洁剂擦拭 除了电脑电视液晶屏 在日常生活中 有不少人还会用酒精湿巾或棉片擦拭手机平板电脑 那这样做会不会有损液晶屏呢 我们对于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的一些液晶屏呢 就是手经常会触碰 那么厂家在做这个处理的时候呢 会添加一些输水输油的涂层 一般这些涂层呢是不会被酒精所溶解的 所以大部分的里面会提到 就是说我可以用75%的耳春 去清洁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液晶屏幕 但是就是具体到每个人的手机的情况呢 可能也会因为涂层就是配方的不同产生差异 因此我们在实际清洁前 最好是对这个说明书进行一个仔细阅读 确认我们的产品可以用酒精进行清洁 我们再进行清洁是最好的 我们查询了多款手机的清洁指南 发现很多品牌都提到 可以用酒精湿巾或棉片来对屏幕做消毒 但专家也再三提示 无论是哪种液晶屏 清洁时都不能直接把水或清洗液喷到屏幕上 这样很可能导致液体流进屏幕内部造成损坏 那我们在使用就是液晶屏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液晶屏是怕重物压的 我们不要就是用手啊 去就是戳点你的这个电脑屏幕 这样对液晶屏幕是可能会造成一个损伤 第二个呢就像笔记本电脑 我们也不要再盖着笔记本 就是电脑盖子的时候 再在它的盖子上加重物 这样其实也是会对液晶屏造成一个损伤的 日常清理液晶屏时 可以用柔软质地的布或毛胆子来清洁浮尘 而对于手机平板电脑这类触控液晶屏 如果有难以清理掉的油脂指纹 是可以用酒精棉片或者湿巾擦拭的 但要注意不要用力摩擦屏幕 以免损坏涂层影响使用寿命 好了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